赵普199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后进入北京电视台工作 2006年担任央视赵文天下的主持人 2011年担任央视晚间新闻的主持人 2012年4月9日 赵普在月博上发布老酸奶和果冻有危害的消息后 就一直没有在央视晚间新闻中露脸出镜 四个月后才开始工作 另外一件事情是2008年5月 他在大地震电视直播中哽咽 引来无数观众的共鸣 相信大家都是印象深刻 2015年客串都市清喜剧电影《睡风车》 同年11月1日 赵普在主持完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开始他的9年央视主持人生涯 2015年申请离职 正式离开了央视 如今离职后的赵普回老家安徽 支持过几档节目 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金融行业 无论是哪里发展 相信这么一个草根出生的他一定会宣受大家的喜爱 据悉 赵普从央视离职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就在家乡开启了免费午餐公益活动 现在做了一次网红 帮家乡人民卖早 还邀请了一大批网红做了个直播 雨在央视时变化着实惊人 赵普表示 现在身份自由了 接着帮家乡办事 去年为家乡演入了免费午餐 新年为乡亲们摇个麦草 无论是哪里发展 相信这么一个草根出生的他 一定会宣受大家的喜爱